好我们紧急的往下 再来看考点45 从这个考点45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了 叫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也就是社会要朝前发展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它朝前发展呢 我们的考纲以及核心考案 做了这样的概括 社会发展一共拥有五大动力 从考点45开始 45 46 47 48 49这五个知识点 分别展开阐述这五大动力 在讲解这些具体知识之前 我先说一个前提大家听清楚 虽然有五大动力 但是这五大动力的地位不是均等的 它们并不是一样重要的 有些特别厉害称之为根本动力 称之为决定性的因素 还有些只不过是个动力而已 只能叫重要影响因素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注意它的层次 好 我们带着这个 一个一个来学习这个动力 首先第一大动力 称之为社会基本矛盾 基本矛盾是什么动力呢 来了 这个词语特别厉害的 高级词语出现了 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五大动力之首 最最具有决定性的动力 就是它了 那社会基本矛盾是什么呢 两对 一对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第二对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这个我们曾经学过的 我这里不展开论述了 这里只跟你回顾一下 这两对就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那原因呢 为什么这个社会基本矛盾 它就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呢 列举了以下三点原因 重点选择提考点 第一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 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最终的决定力量 我们讲唯物史观 我不止一次跟你说到 整个社会历史领域当中 最最高级具有决定性的终极动力因素 那就是生产力 首先它动 它一动 别的都要跟着动 生产力一动 生产关系就动 生产关系动了 意味着经济基础就在动 经济基础一动 上层建筑都要跟着动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它是最基本的动力因素 再来看 第二 其次 社会基本矛盾 特别是第一对基本矛盾 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矛盾 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 决定着其他的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整个社会看起来好像有好多矛盾 但是所有的矛盾 都不过是这对矛盾的表现形式罢了 再来看第三 最后 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 并从根本上影响促进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如果社会基本矛盾解决得好 这个社会就能稳定平稳过渡 如果解决得不好 可能就会发生战争 就是这个道理 只不过是用什么形式去解决罢了 所以综上三点理由 因此社会基本矛盾 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这是第一大动力 我们讲完了 紧急到第二大 第二大动力叫什么呢 叫阶级斗争 有些人说 阶级斗争怎么只有一句话呢 书上不是明明讲了好多吗 讲了好多文字啊 怎么你就变成了一句话呢 因为这是一个非重点 看到了没有 这个地位 这个都尽管都是动力 但他们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这是个非重点 阶级斗争是什么呢 它是社会基本矛盾 在阶级社会中的直接体现 是阶级社会发展的 直接动力 直接动力更厉害 还是根本动力更厉害 那当然是根本动力更厉害了 直接动力 也可以说重要动力 这都没有错啊 可以说直接动力 可以说重要动力 这都没有错 但不能说根本啊 书上没说根本 你自己不能瞎说根本 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个动力而已 但它没那么重要 因此它是个非重点 只要学这句话就够了 其他的不看 再来看考点47 又是一个非重点 第三大动力叫社会革命 关于社会革命这个动力 我们书上也有好多好多文字论述 但是我们也只学一句话 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 也可以说叫重要动力 够了 其他都不管了 再来看第四大动力 考点48 又是一个非重点 叫什么动力呢 改革 改革是什么动力呢 书上也有好多话 我们也不管 就扣这句出来 这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又一重要动力 你看到了没有 你看看 这就是动力之间的层次 还有一个 考点49 第五大动力 第五大动力 这个就不一样了 黄颜色 重点选择题考点 第五大动力叫什么呢 第五大动力叫科技 科技是什么动力呢 画这句话 科学技术是社会动力体系中 又一重要动力 请注意 从动力的角度上来讲 它一般般 只是那么多动力当中的 其中一个而已 谈不上根本 谈不上决定性 它只是有那么点动力而已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上来讲 科技考的很多 虽然它的地位跟改革 阶级斗争的革命是一样的 但是从考试来说 他们的地位 它又不是一样的 科技考的很多 所以科技我们要重点学习 科技是个重要动力 为什么呢 理由呢 原因 因为第一 科技可以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二 可以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 第三 它在推动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 这就是科技 给社会历史带来的变革 所以它是个重要动力 那么作为考试我们除了知道这三句话之外 还要知道一个非常关键的命题点 那就是科技的级别和地位 我们刚刚书上说的很清楚 科技是重要动力 那么考试如果要命制干扰选项 它会有两种命制的方法 第一种 把科技的作用夸大 说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注意 这是一种错误表述 要学会排除 这属于把科技夸大 第二种 把科技贬低 说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没有作用 或者说可以忽略 或者说可有可无 这也是错的 重要动力也是个动力 对不对 低级概念 它也有那么一点影响 你不能把它的作用抹杀 也不能把它的作用抬高 这两种都是错误的观点 只有说它是重要动力 这样是正确的 好 同学们 那么这样的话 五大动力 我们就给大家全部讲解完成了 紧接地往下 考点五十 从考点五十开始 就进入了最后一大理论体系了 叫历史的创造者问题 首先来看考点五十 考点五十本身是个非重点 简单了解即可 并且这个知识点跟前面还有重合 唯物史观的第一个知识点 对唯新史观进行批判的时候 说的那些东西 跟这个考点五十要说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它的论述 唯新史观 你看它又在批评唯新史观 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 否认物质是决定力量 抹杀人民群众决定历史 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这种观点 因此它被称之为英雄史观 也就是唯新史观认为 历史是怎么发展的呢 它觉得不是物质力量在推动 而是某个人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 对不对 其实你还真别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阅读历史的时候 我们往往很容易陷入唯新史观的错误 比如你读历史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发出这种感慨啊 说哎呀 扼腕叹息 当时如果那个谁谁谁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历史就要改写了 当时这个刘备 如果不是做出这样这样决定的话 可能当时蜀汉就已经一统天下了 我们经常会发出这种感慨 好像觉得 就是某个人的一念之差 某个人的一个想法 好像就能决定历史 这就是英雄史观 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容易陷入英雄史观 但是我们现在要批评英雄史观 历史不是某个人决定的 而是整个大潮流人民群众决定的 好考点五十 简单说下去就可以了 并且不是什么新知识 我们学过的 再往下看考点五 还是考点五十啊 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的原则 你刚刚批评了人家唯新史观错哪了 那现在你唯物史观是怎么研究历史是谁创造的呢 好 有以下几条原则 不过去遵从历史的规律 去实现历史该这么去演绎罢了 是这么个道理 因此我们不讨论那个小的片段 局部看问题 我们要立足于整个历史过程探讨历史 到底是谁创造的 某个人决定不了 第二 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角度来考察说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 所谓的必然性其实也就是规律的角度考察 其实是规律的角度考察 在历史上某个人他今天这么想 然后使得历史这么演绎 表面上看 好像是这个人在决定历史 但其实不是的 这个人他这个时候他就一定会这么想 为什么 因为后面有一个历史规律在驱使着决定的这个人 他只能做出这种决定 否则 他就不会成功 就这个道理 再看第三 唯物史观从人与历史的关系 不同层次上来考察人的历史活动 它的作用 这里面包括了每个个人 包括了整个人类群体 包括了人民群众 甚至包括了一些不是人民群众的人 我们一会儿会做详细的阐述 这是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的原则 好 考点五十 差不多就这些知识 简单了解即可 这是个非重点 一般不怎么命题 紧急的往下走 考点五十一 人的本质 现实的人及其本质 重点选择题考点 唯物史观要研究的人 是什么人 叫现实的人 什么叫现实的人 大家在书上找到相应的位置 跟着我一起划线 什么叫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 他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所居 或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于现实中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 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 很多同学读完了这个概念之后 完全懵了 什么东西啊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人 难道还有观察不到的人吗 那不是鬼吗 同学们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表达的是 唯物史观研究人 必须是研究你 我 他 唯物史观研究人 从来不把人撇开 空泛抽象的谈人 能听明白我意思没有 请注意这两个啊 一个叫抽象的人 第二个叫具体的 现实的人 什么叫抽象的人呢 就是把你我他全撇开 我们不讨论你我他 空泛的说 人是什么东西啊 抽象的来谈 提高 拔上来谈 人是什么东西啊 人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啊 我们不这么谈 虽然有人这么谈 但我们认为是错误的 马克思不主张谈抽象的人 我们谈的都是在现实生活中 这个时代下 你是谁 你干什么 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特点 听明白我里是没有 我们要研究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有条件的 现实中的 特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 而不空泛的谈 是这么个意思 这就是唯物史观要研究的人 那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从人跟动物的层面相区别来看 你的本质就是劳动 这就是答案 换句话说 你要是不劳动 你就不是人 听明白我里听明白 所以人的本质就是劳动 这是从人跟动物区别的层次上来看 第二 从人跟人相区别的层次上来看 人的本质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非常关键的论述 什么叫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同学们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不是我的躯体 或者血肉 那只是我的皮囊而已 我不是我的躯体和血肉 那我是谁呢 我是谁的儿子 谁的丈夫 谁的父亲 谁的同学 谁的朋友 谁的老师 这诸多关系 诸多关系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点 听明白我里听明白 我就是那个点 人是谁 人是什么 人就是诸多社会关系 交织成一个点 人就是这个点 所以同学们 人跟人的差别 从来都不是躯体和血肉的差别 我跟你不一样 其实从来都不是因为 我长得比你高 长得比你壮 或者长得比你矮 或者长得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从来的差别都是 我的圈子跟你不一样 我的社会关系网 它跟你不一样 我爸是谁 你看你爸又是谁 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对不对 我老公是谁 我老婆是谁 对不对 你老公又是谁 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我同学是谁 你看我那个同学圈子 你看你那些同学圈子 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我们的差别 从来不是长相身高的差别 我们的差别就是圈子的差别 就这么个道理 因此人的本质 不是人的自然属性 注意啊 人的本质 不是人的自然属性 而是人的社会属性 而是人的社会属性 当然最近有同学问我这样的问题 他说老师 我是谁这种问题 有讨论的价值吗 我不就是我了 我管你说什么 反正我就是我 讨论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同学们 有意义 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啊 那说明你就是个普通人 那么但凡我们要思考一点稍微高层次的问题 你要管理一群人 你要管理一个国家 你要运行一个社会 你要思考一些这种 稍微你有一点上进心 考虑一点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马上就会被凸显出来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子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假设有一种东西 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东西 这种东西它从人的母体中诞生 一生下来了之后啊 它被狼带走了 还有被猴子带走的 现在还新发现一种被袋鼠带走的 那个袋鼠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也可以把它抚养长大 同学们 现在它被抚养长大了 它跟你相比 它有着你具备的一切自然属性 它长得跟你一样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请问他是不是人 你看这个问题 他是不是人 如果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 那这个东西它就不是人 能听明白我理事没有 但是如果你主张的是别的哲学 我们学的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别的哲学 你学别人哲学 别人哲学认为 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的话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人 所以同学们 你到底什么是人 我们对它的界定 它是很有作用的 所以牵涉到 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人的问题 当然有同学说 老师 这不是还是很无聊吗 你不管人是不是人 他就是他呀 我干嘛要研究他是不是人呢 这个问题他讨论的有意义吗 有意义 比如我举个例子 某一天你不小心遇到了这个东西 你不小心一枪崩了它 或者一刀杀了它 请问你这是杀人呢 还是虐待动物啊 我是该把你抓起来判死刑呢 还是应该给你罚款呢 什么之类的 能对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这里面它是不是人就牵扯到 它有什么样的权利的问题 所以这个很关键 因此啊 同学们我们不多说了 大概说到这里为止 希望大家明白 所有的哲学理论它都是有用的 它不是空碳 不是没有用的东西啊 如果你觉得它没有用 只能说明你思考的问题太少了 你只满足于自己的吃喝拉撒 好像其他的问题你都不琢磨 好 不多说了啊 就说到这里为止 所以马克思的结论 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 继续往下走 考点五十二 这个大概念来了 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这个概念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天天会聊到它 经常运用它 在微博上 在互联网上 在这个报刊新闻上 经常听到这个词语 但是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真的没有认真琢磨过 我们来划线 划人民群众的概念 什么叫人民群众呢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 人民群众从智上说 是指一切对社会发展体制 推动作用的人们 而从量上说 是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停一下 概念画完了 根据这个概念 同学们我问你 你是不是人民群众 别瞎说是 当然也不要说不是 你要不是人民群众 那你是什么东西 同学们 正确答案应该是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不是人民群众 要看 怎么样就会是 说得很清楚 要对社会历史发展 起着推动作用 你推了没推 听明白我的意思 没有 你要是推了 你就是人民群众 你要是没推 有东西老说我没推呢 我就扯历史的后腿了 我就不推了 我就扯历史后腿了 那我是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词语你听说了很多很多年 但你从来都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我今天告诉你 你就是反动派 反动派 反动派 什么反动派啊 人民群众在顺历史潮流而动 推动历史发展 而反动派 你反什么动啊 反历史潮流而动 听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是人民群众就是反动派 当然日常生活中 有的人力量更大一点 比如习近平的力量就更大 对不对 他多推一点 我们普通的人力量更小一点 我们少推一点 但推多推少 都是个新意嘛 对不对 你好歹得再推 你要是推了 你就是人民群众 如果你不推 你就是反动派 同学们 今天中国 还有没有反动派呢 有 为什么呢 你再读 从量上说 是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言下之意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人 都是人民群众的 你是不是要看你的所作所为 还有一些人在今天中国 他不是人民群众的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你听说老师谁呢 比如我随便给你列举几个 今天中国的反动派 哪些人属于反动派呢 贪官污吏 贪官污吏其实不是反动派 贪官污吏也是人民群众 注意啊 不要乱来 贪官污吏也是人民群众 那谁才是反动派呢 那些从事分裂祖国的 江独 藏独 台独分子 还有港独分子 反动派 还有那些 致力于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推翻党的领导的那帮 反动派 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他们在历史操留而行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同学们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个政治概念啊 同学们 你只要没当官 你就是老百姓 这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你是不是人民群众了 你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不是 你有可能今天是 你可能明天又不是了 能不能听明白我的意思 它是变化的 你是不是取决于你当下的所作所为 以及你曾经的所作所为 就这个意思了 我们很多同学本科毕业的时候 学校会给你们发一张表 叫就业推荐表 这个表上其中有一格叫政治面貌 这个表有一个叫政治面貌 政治面貌怎么填啊 有好多同学不会填 每年都瞎填 你如果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就写中共党员 如果你不是中共党员 加入了其他的民主党派 民盟 民建 民革 九三学社 志工等这些党派 那你就写 你加入哪个写哪个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加入 你写人民群众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能写这个 至少是确认了你的好人身份 至少你不是反动派 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写这个 这是个政治概念 至少说明 我虽然不是中共党员 我也不是民主党派 但我是个好人了 对我在顺历史潮流而行 这是你的好人身份 就这个意思 每年都有些臭不要脸的 写什么呢 无党派人士 哇塞 这个真是太搞笑了 什么叫无党派人士 无党派人士 指的是没有参加 任何政治派别 但具有重大 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你看你无党派人士 不要笑死人了 你就是人民群众 能是人民群众 你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说明你是个好人 就这个道理 好不多说了 希望通过我刚刚的论述 大家的人民群众 这个概念有点理解 人民群众最稳定的主体 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 生产的劳动群众 及其知识分子 OK 这是概念 紧接着往下 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就有问题了 同学们 人不人民群众 跟是不是剥削阶级 他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刚刚学了 什么叫人民群众 在哪 在这里 什么叫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就是 对历史发展起着 推动作用的人们 那剥削阶级 有没有可能也推动历史发展 当然有啊 能听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在封建社会的时候 其实地主 他也是人民群众 因为那个时候 他也在推动历史的发展 他把历史从奴隶社会推向了封建社会 他难道不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吗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资本家其实也是人民群众 注意啊 剥削阶级 它也可以是人民群众的 关键看时代 看时期嘛 他那个时候人家也当过人民群众 只不过历史再往前走 它成为了历史的主外因素的时候 那他就不是了 所以 他说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包括剥削阶级 有毛病 有问题 你看看 就这么回事 再看第一 最稳定的主题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 及知识分子 不错的 书上的原话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选 A B D 三项 这就是关于人民群众的考点 一道真题 好好去体会 系统把握 再往下走 考点52 原因 理由啊 刚刚我们得出了结论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理由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呢 四点理由 第一 因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第二 因为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第三 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第四 因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 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 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 终上一二三四四点理由 这就是原因啊 所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注意他们的因果关系 再往下 虽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也不是随心所欲 想怎么创造就怎么创造的 他也要受一些条件的制约 有什么条件呢 有经济条件 政治条件和精神文化条件 其中经济条件是根本制约因素 做笔记啊 经济条件是所有条件当中的根本制约因素 就是这个道理了 好 同学们 继续往下 还是考点五十二 方法论 理论学完了 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刚刚理论告诉我群众是什么 为什么群众创造历史 这理论我都学完了 那么他给我人生有 也不叫人生啊 就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 在理论上 看法上 我们要有群众观点 第二 在工作中 我们要走群众路线 先看什么叫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包括 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一些向群众负责的观点 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如果有人问你 为什么我们要树立这些观点呢 你就回答他 因为历史是群众创造的 所以我们要树立这些观点 好 再看群众路线 工作中我们要把握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包括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如果有人问你 我们为什么要依靠群众 为了群众 从群众中来呢 我们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呢 你就告诉他 因为历史是群众创造的 听明白了 因为这个理论 所以我们在工作中 要把握这种观点 把握这种路线 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 考点53 也是整个哲学的最后一个知识点 但它是个非重点 它叫什么呢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这是针对维新史观来讲的 维新史观认为 某些英雄的个人 他在创造历史 我们不同意 我们认为历史是群众创造的 那说完了之后 那你总得回答一下 那请问个人有什么用呢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 即便像那些伟大领袖 即便像那些伟大导师 是英雄人物 他其实也创造历史 但不是单独创造历史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 他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跟人民群众一起创造的历史 他只不过是人民群众当中 那个特别厉害的 那个人民群众而已 听懂我的意思吗 个人在历史发展中 也有重大作用 尤其是英雄的个人 更有重大作用 但他不能单独创造历史 这是我们的基本判定 好 有了这个基本判定 我们划线就可以了 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 的具体过程始终有一定的作用 有时候甚至对某些进程和结局 还会有些决定性的影响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个袁世凯 对不对 当历史的车轮已经结束 封建社会的时候 你看 这个时候 因为他的一念之差 还要复辟帝制 使得历史偶尔还会有波动 有些这种个人 对这个 他不能叫英雄的个人 对不对 他我们在我们的主流政治书上 他是被钉在吃鲁柱上的 就这么个道理 但是像这种很有力量的人 他们真的有的时候 对历史的某些结局和进程 会有很大的作用 但 不管他有多大的作用 他都不能单独决定历史的基本趋势 他只是跟人民群众一起创造的历史 与人民一起创造历史 好朋友们 就这么个道理 包括毛泽东 包括邓小平 包括习近平 都是这样 他们是伟大领袖 但是他们不单独创造历史 他们跟人民群众一起在创造历史 知识 我讲完了 最后我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有同学问我这样的问题 说老师 我觉得有矛盾 你书上刚刚说了 人民群众就应该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人 这才叫人民群众 那么按这个定义 袁世凯 那就不是人民群众了 对不对 他肯定就不是人民群众了 因为 当历史要这么走的时候 他反过来走 他逆历史潮流而行 那么他就不是人民群众了 那么请问 那袁世凯创不创造历史呢 很多同学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我们书本说 人民群众才创造历史 反动派是不创造历史的 那么袁世凯就是个反动派 那么请问袁世凯创不创造历史呢 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件事情 他叫不叫历史呢 听我解释 政治课里面的历史 跟历史课里面的历史 不是一个历史 历史课里面的历史 指的是时空中发生的所有事件 都叫历史 在历史课当中 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件事情 当然属于历史 但是在政治课当中 请注意啊 在政治课当中 历史指的是那些 符合历史规律的那些事件 才叫历史 反过来说 逆历史规律而做的那些事情 它就不叫历史 比如你今天又扯历史后腿了 你今天又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志了 你做的这些事情 虽然你做了 但它不叫历史 在政治课里面它不叫历史 能听明白历史没有 因此在政治课上 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个事情 它就不是历史 所以只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反动派不创造历史 记住这个基本结论 好 同学们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堂课就结束了 这堂课结束了意味着整个哲学部分就全部讲解完成了 希望大家能够再三的回顾 因为哲学是整个政治体系当中最难的一部分 希望大家好好的体会认真的学习把握 那么到了后期呢 这个我们还会有相关的刷题班的课程 那么大家在把握知识的基础之上 后面跟我们刷题的课程一起再来练题提高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要讲解的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了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